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NBA常规赛继续进行 在刚刚结束的一场NBA常规赛中 洛杉矶湖人队在课场以107比104加10险胜独行下 作为球队的第三巨头 为少绝对是今天赢球的最大功臣 没有之一 湖人在加10赛的14分 全部都跟他有关系 包括最后时刻冷静处理 助攻李福斯命中绝杀三分球 全场比赛战罢 为少是八投八中 三分球四中一 轰下了23分10篮板9助攻的准三双数据 本场比赛的解说员苏群老师 也在比赛中导出了湖人的赢球密码 那就是当为少与詹姆斯同时登场的时候 沃格尔应该把球权更多地交给为少 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完全发挥出小球阵容的效果 否则当为少没有吃球的时候 他经常会被对手放通 这样一来詹梅在进攻端的压力就太大了 当然今天威少在加10赛中 也确实投进了至关重要的三分球 但这很显然并不是他的常规得分手段 说的难听点就是有点运气成分在里面 所以詹姆斯跟沃格尔还是应该尽早做出调整 只有当詹姆斯与威少实现兼容的时候 这支胡人队才真正具备夺冠的实力 而今天胡人能够赢球还要感谢一个人 他就是李福斯 本场比赛他全场命中5G3分 其中包括加持赛里的三分绝杀 而李福斯在完成这一次大心脏三分球绝杀后 他的名字也迅速登上推特热搜榜 但是依然有很多人在问 这个名不见经传的白人后卫到底是谁 可能你知道他在本赛季媒体日 给自己封了个乡村科比的外号 但你可能不知道 从落选到千双向合同再到合同转正 成为胡人主要轮换成员 李福斯这一路走来经历了多少 李福斯是一名落选秀 而且今年才是他NBA生涯的第一个赛季 一开始 谁也想不到李福斯能在赛季初就进入胡人轮换阵容 胡人出现伤病抄给了李福斯机会 他也把握住了机会在腿筋拉伤前 他已经坐稳轮换成了场军打20加分中的主要替补 在胡人看来 李福斯相当于卡鲁索的替身 他们准备将李福斯培养成新一代卡鲁索 他跟卡鲁索一样 是那种拥有迎球基因的球员 胡人助教菲尔汉迪说 很多人瞧不上他 但他根本不惧怕跟任何人对抗 他是个好胜心极强的球员 我爱死他那股子无畏精神了 如今 李福斯已经凭借不惜体力的顽强防守 精准的三分和大心脏 超高的篮球智商 在胡人站稳脚跟 球队级为大佬已经完全认可他 詹姆斯曾在录像分析会上称 当李福斯防对手箭头人物 其他人不需要上去帮忙协访 包括微少 朗多也都夸赞过李福斯的大心脏 任性 得到这么多未来名人 唐极蝶球星的夸赞 李福斯没飘 他知道 跟这么多伟大球星同队 不是让他来追星的 在他们身边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不断巩固自己的位置 才是他的任务 李福斯说 奶奶在他儿时 告诉过他的那句话 始终营绕在他耳边 全力去拼 脑子灵光点 然后做真正的自己 他能够在胡人这样的球队中 站稳脚跟 甚至多次出现在 关键时刻胡人场上 球员的名单中 靠的就是他的积极性 和把握机会的能力 李福斯是一名防守 预判能力很出色的球员 他在防守端的聪明性 丝毫不弱于卡鲁索 但相比卡鲁索 他具有更好的投射和组织能力 所以全队都越来越信任 这位年轻小伙子 赛后在接受采访时 詹黄直接说了 我现在真的是 非常的为AR式 吴里夫斯 感到极其的骄傲和自豪 他的发挥非常重要 他和威少 以及爱宁顿命中了 很关键的投篮 随后勒布拉还特意强调了 目前作为一支 正在磨合中的球队 他很喜欢他的球队 现在的状态 他也非常喜欢这支球队 展现出的精神面貌 和比赛气质 无论如何他希望胡人 能够继续赢下去 这是他想看到的一支球队 他喜欢现在的位置 詹默斯甚至都专门点名 表扬了这个天才 同时用两个词来形容 一个是自豪 一个是兴奋 这就是詹黄伟大之处 他会为其他的队友们的 出色表现感觉到非常开心 要知道这位胡人的超级菜鸟 本赛季的工资只有46万 这次李福斯抢了他的绝杀戏马 但厄布朗从来没有嫉妒过队友 不得不说李福斯创造了励志奇迹 他本赛季的工资只有46万 因为他是一个洛选秀 之前他本来是可以在第二轮被选走的 但是他果断放弃了选秀 直接选择成为洛选秀 这样他就可以和胡人仙 签下双向合同再转正了 当然这支球队确实也很信任他 给了他更多的机会 值得一提的是 这场比赛也有一名球员被冷落了 他就是全队年龄最大的安东尼 安东尼是一名好胜心非常强的球员 但是今天第四季的关键时刻和加持赛 沃格尔并没有给安东尼出场时间 甜瓜心里肯定是不好受的 当李福斯完成绝杀后 替补席的队友都纷纷冲上球场庆祝 唯独受伤的纳恩和安东尼还留在替补席上 而且赛后更衣时庆祝的尽头里 也见不到安东尼的身影 安东尼内心里当然会为李福斯感到开心 他失落的应该是自己没有得到信任 但其实这是好现象 有好胜心是好事 但胡人现在最该重视的问题是浓眉 浓眉现在的状态确实不太好 他进攻端的威胁正在变小 防守端的脚步也在变慢 今天第四届和加实赛农梅在防守端出现过多次错误 现在的农梅缺乏的就是一种活力 他应该看看身边的詹姆斯和威少 比他年龄大好几岁都还在全力以赴 农梅作为一名正值巅峰期的球员 不应该每场比赛打得这么疲软 最后球哥要说的是NBA本赛季 已经打完了常规赛前三分之一的赛程 每个赛季到这个阶段 各支球队需要对自身展现出的不足 做出改变补强了 美媒建议胡人可以去重建的活塞交易 送出霍顿塔克 纳恩 朗多 以及2027年首轮签 得到前锋杰拉米 格兰特 塔克一直是胡人被寄绝厚望的未来之星 在胡人培养的一批年轻人中 塔克成功地PK掉了卡罗索 库兹马 并获得胡人开具的三年价值3000万的合同 本赛季塔克长均能得到 11.3分 4.5篮板 2.9次助攻 1.3次抢断 他有求进攻能力 也有能力完成组织任务 塔克拥有1米93的身高和2米17的恐怖臂长 对于这个20岁的后卫来说 他完全很大的潜力成为一个外线的防守大战 如果塔克能将三分命中率提升至37% 那么他完全具备机身一线球星的潜质 正是如此 胡人才力排终于留下他 并在休塞期为了他拒绝了洛瑞 这样的一个交易筹码会让胡塞心满意足 虽然格兰特是一名全能前锋 但是其实力并未达到顶级球星的水准 并且当初胡塞从绝金手里得到格兰特时 付出了极小的代价 如今能用他换蓝两名年轻的未来之星和一个守闻签 绝对不亏 格兰特加谋胡人 在攻防两端给胡人提供帮助 进攻上格兰特能出现三四号 场距20.1分能极大缓解瞻微的进攻压力 同时他极强的单打能力能让胡人增加了一个攻坚点 可以说 格兰特的多功能性 多位置的适配性 以及不错的三分属性都能给目前的胡人破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